博明老师现在外界也在高度关注了 香港这样的发生的问题 中国会不会想透过教育去进行洗脑呢 特别他们可能会很好奇 为什么香港年轻人是这么的反中呢 当然会啊 因为他就想说 你看回过22年我完全失败嘛 对 其实我另外看过一个文件 他们有一个军方的人讲 他说他香港人背景比较复杂 他香港人背景比台湾人复杂 我们都觉得台湾够反共了吧 对我们基本上反共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现在不那么反了 可是基本上反共了 可是他们说香港人比台湾人复杂 当时我说怎么会这样说呢 我一直觉得我们台湾人比香港人复杂 香港人比较复杂 为什么呢 我一看他说 第一呢三分之一呢 是当年49年前后 就因为反共逃过来的 三分之一 然后再三分之一呢 这个是这个49年以后 就是我们建立政权之后 我们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然后他们逃到香港去了 这再三分之一 再三分之一呢 是当年接受英国教育下来的 然后这个将军说 就解放军将军说 就第三部分好一点 另外两部分都不行 换句话说 香港750万人 有500万是不可靠的 那只有250万可靠 这250万可靠什么人呢 是受英国教育的 在中国看起来比较可靠 那像你刚问的问题说 爱国主义教育 那我就很纳闷了 你自己说750万里面 有500万是受爱国主义教育过来的 就你觉得不可靠 你要把另外的人也用爱国主义教育 你把所有人都叫得不可靠了吗 这逻辑不是不对了吗 但他们仍然坚信说 我还要教育 所以现在回到我刚刚的话题 所以刚刚讲说 这种封网啊什么的 有没有效果 有一定效果 你不能说还没有效果 我举这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大家听说的词叫小粉红 小粉红就是现在年轻的小朋友 20岁上下这些小朋友 在大陆长大的 然后呢都受大陆的教育成长的 这些小粉红呢 你说他受暴政破坏 他应该会很反中共啊 不是啊 他最近这几年特别支持中共 然后外界有什么批评中共的事情 他就跳起来反击 一有批评中共他就反击 所以这些比较大陆年纪比较大呢 怎么批评小粉红呢 他里面是讲会叫做爱国贼 叫做爱国贼 小粉红最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大家看到澳洲跟纽西兰 最近都有类似事情 澳洲纽西兰不是有香港学生 在里面静坐什么 他大学校园里面 静坐 说我们要搞香港联农墙 然后这边表达我们的反送中 就是第一呢 墙被撕毁 被突兀 然后在现场护卫的香港学生 被打到地上 就觉得这些大陆这些小粉红 今天干了事 所以你说没有效果 有效果 所以这些教育出来的人呢 我们常讲说呢 狼性很重 他们自己也这样讲 大陆学者自己说 这批小孩呢 是吃狼奶长大的 那现在你说爱国族裔教育 他把这一种爱国族裔教育 推到香港 不过他们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前几年就想推过 他们推国民教育 当时受到很大的反弹 所以我不认为说 会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他们会想做 好那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们团队的预测 我们认为香港人会开始反击 当你说他会上街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大概几个部分 第一是街头 第二呢 在过阵的议会 香港的立会立法会要开议 然后那边或是第二战场 第三个战场 或是网络战场 所以如果说 中共真的要在10月1号以前 要把香港问题大体摆平的话 那我先说明一下 大概不会等到10月1号 对不对 不会等到10月1号 怎么会呢 10月1号我们要普天同庆 欢度国庆 我不能说 昨天才把香港人打完 打扁了 然后杀掉了 然后现在10月1号 同庆国庆 我一定要有预留空间 所以我们团队前日讲说 预留空间会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算一算 应该是9月10号到15号之间 应该是这样 时间很紧迫 因为你要留两到三个礼拜 它打扫街面的 破了玻璃要弄起来的 要张灯截彩 要挂标语 要挂花红 弄什么东西的 然后你若说要公开活动 你要搭台子的 这多少时间的 你不是说今天打完 明天可以弄出来 所以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才是10号到15号 我们刚刚讲完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大概前几天消息 中共政法委放话讲说 你们算算 离月圆之日还有几天 对对对 你们看到离月圆之日还有几天 你们这批暴徒们 扳着手指算算 你们没有几天了 所以真的有死线了 有deadline了 我认为当然有死线 话说话 他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备案 万一死线做不到的话 我们怎么办 所以他们的死线会定到 10号到15号之间 但做不到的话 他有plan B 他有第二个方案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开玩笑 我说中共高官 今年最好不要吃月饼 你扳开月饼 看里面有个小条子 八月十五杀鸭子 我看你怎么办 是